OK,把它save,save之後它就會有個layout出來 但是我們今天要怎麼樣讓它開啟? 如果以前做網頁很簡單,開一個,然後這邊設一個超連結,點進去就過去了 可是問題好像做手機沒那麼方便,不過未來有沒有可能? 我想未來應該有可能,因為其實只是建一個ATV,乾脆系統幫我建好,連過去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再建一個ACTIV,然後再連?太麻煩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可以連到這一個,其實很多學生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連過來 其實最重要還是要一個對應的ATV,所以你有個layout就要一個對應的ATV 不然的話它就載不進來了 OK,所以這裡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做? 在source裡面,請按右鍵,再新建一個類別 這個類別的話,點進來,還有很多同學也不知道說以前會建什麼? Java的類別,但是不會建Activity 如果要建Activity,其實也非常簡單 第一個,請各位看一下,名稱先打上去 名稱的話,我們也叫image 好,那底下的話要改什麼?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繼承的 abstract方法,抽象方法打勾取消 然後要打勾這個,這個跟寫Java的部分是… 這個也不用,這個是學Java打勾 那我們不打勾,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入口,Java是main,main的方法 可是呢,Activity是什麼? Activity的生命周期第一個是uncreate 有沒有發現? 所以Java裡面是main進去 可是呢,Activity是uncreate 那這裡有沒有uncreate?沒有 其實應該要多一個打勾 可能將來會有uncreate 自動會有一個入口 不然的話,還要自己打,多麻煩 現在沒有,沒有怎麼辦呢? 只好自己等一下再加 你的Super類別是什麼呢? Java是這個嘛,有沒有 Java.lab.object 可是我們不是啦,我們是什麼呢? 我們的Super類別是Activity 它要繼承Activity,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瀏覽一下,在這邊打一個 ACT Activity 有沒有出來了? 其實有時候拼字拼不出來也不打緊啦 反正你就記著頭就好了 Activity就出來了 ACT打一下就OK了 好了,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它就會跟你講 你的Super類別是Enjoy這個套件裡面的 紙套件裡面的Activity類別 那就進來了,對不對? 好了之後的話,按一個完成 完成之後呢,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就會產生一個新的class 名稱就是image 那它extense activity 可是這樣好了嗎? 這樣還沒有啊? 因為這樣還是弄不起來啊 因為沒有入口 沒有從哪邊開始 所以我們必須怎麼樣呢? 有一個uncreate 那你想說uncreate 是要自己打呢? 其實喔,不用嘛 對不對? 好像我之前有教各位 生命週期怎麼產生呢? 按右鍵對不對? 然後呢 呃,程式嘛 裡面有什麼呢? 至於是